這真的是日本嗎 基本上我在日本很少看到遊民 或者是碎路邊的朋友 這裡倒是真的蠻多的 像這樣子啊 滿堆的垃圾啊 譬如說露堂的 我第一次在日本吃牛尾肉 哇好燙 吃人家嗎 好燙 OK 今天呢 在這支影片開始之前 我想要問大家 你對日本的印象是什麼 很乾淨 很安全 很友善 沒錯 這也是我對日本 大多數的印象也是這樣 那這一次呢 有幸來到大阪這邊 這裡有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相信有很多有在追蹤 日本相關YouTuber都有看過 叫做西城區 是號稱日本治安最差最危險的地方 雖然說我也看過了 不少YouTuber拍的影片 但是我竟然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又剛好呢 是在我們住的飯店的附近 我是不是應該起身去走走看看呢 所以今天就跟我一起 繞進去傳說中的 日本治安最差的西城區 看看有什麼樣的寶物 聽說裡面還有50塊的販賣機 甚至還有很多的美食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是動物園前站 就在我們旁邊 然後呢 我們住的OMO7飯店在這邊 在阿貝也 然後還有這個通天格 這個黃金三角的左下方 有一個西城區 那其實呢 就在我們住的飯店的這裡 其實我們住的飯店 這一邊的治安我相信都很棒 尤其是當有這個大集團進駐以後 現在這裡整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 你看 才一個轉彎 我們就走到這個地鐵下方 只走一小段時間 我們就即將進入 從昭和時代到現在 幾乎沒有什麼改變 甚至有人說呢 是時間暫停的大阪西城區 一門街道還是很美的 哇 這裡還有溫泉耶 我就一直很想要來泡這種錢湯 的確是這裡的一些建築物 真的是有那個年代的感覺 目前都有這種小巷的小店 我目前感覺是很還好 可能還沒有走到裡面去 可是已經有感覺到很不一樣的氛圍 我要怎麼說呢 我也算來日本蠻多的地方 的確這裡的氛圍讓我覺得蠻特別的 開始有一些塗鴉 然後這裡的店家 街景的感覺 真的不太一樣 而且蠻多席地而錯的 零重 我看到了 50塊的販賣機 70 60 80 就是比一般的販賣機來的便宜很多 你看這樣大塊可能才100日幣 50塊比較少 可是還算便宜 很特別的可樂 60日幣喔 我來買一瓶 等一下回去喝喝看 買一瓶喝看 這裡就很多這種小間小間的居酒屋 然後裡面有看 OK 你說到危險 我倒覺得還好 但是這裡的確讓我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日本 而且好多人就直接坐在路邊 就來抽鹽跟喝啤酒 這個的確是 來日本比較少遇到過的 那這裡呢 就會有這種大浴場 然後因為這邊區域比較特別 所以不只販賣機比較便宜 連住宿都很便宜 聽說這裡也有很多工人 都會住在這裡 我現在等於是 切過來 然後我會繞一個摸字型回去 那這中間就會經過 這真的是日本嗎 呵呵 基本上我在日本很少看到遊民 或者是睡路邊的朋友 這裡倒是真的滿多的 有這樣子啊 滿堆的垃圾啊 譬如說露堂的 然後再幫我打麻塞克 謝謝 或者是坐在路邊吃飯的人 滿多的 超酷 這一區真的滿有趣的 我稍微到比較大一點的 這一條路來 看看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東西可以吃 像這裡就有這種 鐵板燒居酒的路 裡面呢 就是非常非常小一個吧台 再過來我們來看到 這裡有大阪來到這邊 閉逛的超市 玉廚超市 我聽人家說 西城區這裡的玉廚超市 比便宜更便宜 我們進去看看 我們不要找不到 我們就找一個泡麵 看看這裡泡麵賣到來的 OK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一般Size海鮮 203日幣 50塊 差不多差不多 沒有貴到哪去 有沒有便宜到哪去 但是相對好像還是便宜一點點 其實我沒有覺得到 這邊有什麼 治安上的危險 或怎麼樣 而且人都很客氣耶 感覺他喝到Masay Masay 可是他看到我還是這樣 幾個 剛剛拿下下的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沒有什麼太可怕 可能多少已經 路上 可是整體來講 我覺得還好 然後走著走著 走到一個地方 好傻眼 傳說中的 可以點心地料理組合 你懂我懂 大家懂 OK 我就不過去了 我自己去不太敢 他就在這個附近 然後呢 這裡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裡有一些 就是 置物櫃 因為呢 這裡有些人可能住宿上比較不方便 那他身上有些東西 他可能要放 所以就是會有 這樣子的一個置物櫃 然後各位 這裡有一條商店街 但是這裡很多都是居酒屋 欸 氣氛都很棒耶 很開心的感覺 當然這裡 不能少了打Pachingo的地方 這個是日本長輩們最愛的 大眾娛樂 好的 我現在坐下來了 我覺得這裡的範圍很棒 就是在路邊 然後好多人吃 老闆有特別說 要用獅子巾 因為要用手直接剋喔 這是牛尾肉耶 我第一次在日本吃牛尾肉 哇好燙 你看看 哇 我的 這個是牛尾的骨頭 我中院的老闆為什麼會說要獅子巾 因為 你用筷子吃已經咬不斷了 然後用手撕會比較快 簡單的牛尾排 然後再加上鹽巴 就這麼簡單 好好吃耶 我不應該點可樂 我應該要點啤酒 它這個筋 你在咬的時候 那個牛肉 香氣就一直流露出來 嗯 太爽了 我第一次吃這個牛尾骨的位置 而且這個位置的 油脂跟肉的比例剛剛好 感謝老闆願意讓我拍 我剛來的時候我還不太敢 很特別的骨頭位置 這應該是尖端了吧 嗯 好特別喔 哇 來到我的牛小腸 聽說來到就是大阪 牛內臟也是很多人吃 也很有名 印象讓我最深刻就是 之前去九州的時候的牛內臟過 也太滿足了 OK 我們接下來要來吃這個牛腸 吃吃看 好甜喔 哈哈 好好吃喔 它的這個醬油是甜的 然後它的蔥呢 再加它這個應該是大蒜 那個蔥會有點小小的嗆辣感 再配上它這個甜 然後還有這個原汁原味 牛腸的這個牛肉香 它是如何吧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菜單 我點的就是 第一個跟第二個 非常好吃 如果有來的話 一定要給你看 好啦 吃飽了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子的一間小店 它叫一行喔 我不知道名字耶 因為我不在日文 你可以查一下 這裡有一間 玉珠超市的隔壁巷口 就在那 然後我剛剛吃那樣子呢 才一千 兩百日幣 各位 超級便宜又好吃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吃吃看 老闆很好 也很熱情 我看目前喔 大概我是唯一一個到這麼晚 還在西村區裡面拍片的YouTuber吧 因為我看好多人 都是白天來拍 我覺得還好耶 我只是感覺到的確 會有一種 這裡是日本嗎 好像有點不一樣 可是並沒有想像中 這麼的可怕 相對的我覺得 都滿客氣的 那你說如果真的 跟一般區有什麼不一樣 大概就幾個 第一個 沿路的醉漢很多 然後第二個 我真的看到有人 躺在路邊睡覺 第三個 可能路邊的垃圾量比較多 第四個 老人們 那當然這裡有一個什麼 三角公園啊 還是什麼 就是有更裡面的 但我覺得 去 我也不好意思拍啦 因為怕會打擾到人家嘛 我只是想說來 實際走一圈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於這個 所謂西村區的感覺 但我個人是覺得 沒有那麼誇張啦 還是滿自在的 但我覺得如果你會怕 白天你可以來走走 或者是下午比較涼一點的時候 雖然說我這樣講 可能有些人不太同意喔 會罵我 但是 我在這邊 至少我怎麼走 我都不會覺得緊張 但是那時候我在自家哥 如果晚上出去的話 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會嚇死 以台北人來講 你會去萬華那邊 你會覺得 哇我隨時會不會 怎麼樣怎麼樣呢 也不會嘛 就是這種感覺 雖然說呢 大家看到我這樣子 回到呢 這個 新京東時喔 但是我覺得 大家還是要 注意安全 啊 盡量不要打擾到人家 到處都會有 救護車啦 巡摩車啦 等等 的確這一區 我們是遇到比較多 我們現在這一帶是西村區 只要過了 新京東站以後 就是另外一個世界了喔 好的 我們平安回來了 Los Angeles Shanchein Cola 你不要那個 甜喔 看一下而已 香草味的 蛤 是好喝嗎 嗯 跟一般可樂不一樣 我跟你講 這是香草味 香草味 嗯 香草味 不太一樣 氣還滿足的 贈贈 給他一個贈 好啦 那反正呢 我根本是覺得啦 有時候 就是 比較值的問題 可能對於日本來說 這裡是非常可怕 非常危險 對我來講 感覺像是回到萬華 或是 對可以持槍國家的人來講 就會覺得 OK 我覺得其實 微不危險 第一個就是 你自己的行為 橘子嘛 你不要去那邊 給人家 哎呦 我給你換一下 尊重當地 都不會有人找你麻煩 看你自己的心態 那我是覺得 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危險 而且我剛剛去吃的那個牛腸 還有那個牛尾骨 超好吃 而且老闆超級帥 感覺出來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但是因為我不會日文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他們聊太多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走走看看 記得不要打擾人家 然後保護好自己 啊盡量擺田啦 有沒有住在這邊的華人 可以告訴我 我剛剛做的這件事情 是不是有點蠢 還是我根本還沒有走到 最深處最深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畢竟我就是個死亡功課 OK 那我們這張大阪呢 還有拍很多的影片 大家記得把整個系列都看完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說實際的話 這個Pachigo真的蠻好玩的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啦 就是 你在裡面 然後一直 啾啾啾啾啾啾 然後你就會覺得 喔喔喔喔 那個那個 那個視覺衝擊 啪啪啪啪啪 一直掉下來 然後 有一些 還會有一些很酷炫 動魄啊 然後那個機台 會這樣 咔咔咔咔 變形 超級酷